许多年前,某个寒冷的夜晚,我在日本的一个火车站,听到有人拍打我卧铺车厢的窗户,那是一个冻僵的小男孩,穿着破旧的衬衫,肿脏的下巴,绑着一条肮脏的破布,他的头长满了借仓,手里拿着生锈的习惯和汤匙,一看就知道是个乞讨的孤儿。 我奋力要把门打开给他一些钱的时候,火车就开走了,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挨饿的小男孩,孤零零地矗立在寒冷的夜里,手上拿着空习惯的模样,我也忘不了当火车缓缓使离时,就这样让他站在月台上,我的内心是多么地沮丧无力。 几年后,我和施罗德度长老在秘鲁安地斯山的库斯科城,一间狭长的屋子里举行圣餐聚会,屋子的门对着街道敞开着。 当时是晚上,天气很冷,度长老演讲时,有个大约六岁的小男孩出现在门口,身上穿着一件长到膝盖的破衬衫。 我们左边的小桌子上,摆着装有面包的圣餐盘,这个鸡长鹿鹿,游荡街头的孤儿看到面包,就沿着墙壁慢慢靠近,快要走到桌子前面时, 就在靠走道的一位妇女看见他,神情严厉地摇着头,就把他赶到门外,与暗夜为伍。 我内心非常难过,后来这个男孩回来了,他沿着墙壁悄悄前进,目光从面包转到我身上, 就在他几乎要走到那个妇女可以再次看到他的地方时,我向他伸出双臂, 他跑向我,我抱他坐在我的腿上,后来我让他坐在肚长老的椅子上, 这是有象征意义的,避会祈祷后,让我伤心的是,这个哀恶的小男孩,飞快地消失在黑夜里。 我回家后,把这个经验告诉了宾塞甘会长,他深受感动,对我说, 你抱在腿上的是一个国家。 他不止一次对我说,这件事情的意义远超过你现在所能够理解的。 我造访拉丁美洲国家将近一百次,一直都在人群当中寻找那个小男孩。 现在,我懂甘会长那时候说的那句话的意思了。 我在盐湖城的街上也遇到另一个冷得发抖的男孩,那也是个寒冷的冬夜。 我们吃完圣诞节大餐,从饭店里走出来,街上迎面走来六个或八个大声喧哗的男孩。 这么冷的天,他们应该都待在家里才对。 有一个小男孩,没穿外套,他边走边跳,试图驱走严寒,然后消失在街角。 想必是回到破旧小公寓里,被子不够暖的床上了。 现在,每当晚上我盖上被子时,都会为那些家中没有温暖床不可睡的人来祈祷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,我驻扎在日本大阪。 这个城市被炸得满目苍蝇,街道上到处都是四散的砖块、瓦砾和炸过的弹坑。 虽然树木大都被炸毁,但少数枝干残缺不全的树木依旧挺立,勇敢地吐出新绿的嫩枝。 有一个瘦弱的小女孩,穿着木鸡和破旧的彩色和服,忙着采集黄色的梧桐叶,做成花束。 这个小女孩,在采过断圆残壁,采集树叶时,对于四周满目苍蝇的景象似乎浑然不觉。 她找到了她自己世界里仅存的美丽。 或许,我应该说,她的世界之所以美丽,是因为有她美丽。 一想到她,我的信心就提振了。 这小孩,可以说是希望的化身。 摩尔门说,小孩子因基督得生命,他们是不需要悔改的。 上个世纪初,有两个传教士在美国南部的山区工作。 有一天,他们在山上看见一群人聚集在山下的一块空地上。 传教士通常没有很多人可以传教,于是就下山到那块空地去。 有个小男孩逆弊了,他们正在举行丧礼。 他的父母请了牧师来为他们的儿子说几句话。 传教士站在后面,寻回牧师,则面对着这对哀伤的父母,开始讲道, 这对父母想从这位牧师那里听到安慰的话语,但却大失所望。 他严厉地谴责了他们之前,没有让小男孩受洗。 他们一次,有一次地耽搁了洗礼。 现在,一切都太迟了。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,小男孩已经下地狱了。 这是他们的错,小男孩会承受无尽的痛苦,这都要怪他们。 讲道结束,坟土填上之后,长老们走向这对悲伤的父母, 对这对,对这位母亲说,我们是主的仆人,为你们带来了一个信息。 这对伤心的父母聆听着,两位长老读着这方面的启示, 并为那能救赎活人及死者的复兴的全要做见证。 我有点同情那位牧师,就他所获得的光和知识来讲, 他已经尽力而为了,但是他所能提供的原本不止于此, 因为这世上有圆满的福音。 长老们来,担任安慰者,教师,主的仆人, 获得授权来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 我提到的这些小孩子代表了我们天父所有的儿女。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, 见代充满的人,便为有福。 创造生命是已婚夫妻的重责大任, 做称职且负责的父母是今生的一大挑战。 任何男人和女人都无法独自生育小孩。 也就是说,小孩是有双亲的,有父亲,也有母亲。 任何的模式或过程都无法加以取代。 很久以前,有个妇女流着眼泪来告诉我, 她在大学时代和男朋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, 男方安排她去堕胎。 后来,他们毕业后结婚,又生了几个小孩。 她告诉我,她现在非常痛苦, 因为当她看到自己的家庭和活泼健康的小孩, 总会因为他们失去的那个孩子, 而内心当中有所缺憾。 这对夫妻,这对夫妻假如了解并运用赎罪, 就会知道,这些经验和他们所受的痛苦是可以抚平的。 没有任何痛苦会永久持续。 人生这条路并不好走, 而且原本就不是公平或容易的。 悔改和宽恕所带来的恒久希望, 永远都值得去努力。 另外一对的年轻夫妻泪流满面地告诉我, 他们刚从医生那里回来, 医生说他们永远无法怀孕生子。 他们听到这个消息,心都碎了。 当我告诉他们, 其实他们很幸运时, 他们觉得非常的讶异, 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他们这么说。 我告诉他们, 他们的状况永远比其他可以当父母, 却拒绝这项责任, 并且自私地加以逃避的人要好得多。 有一些男女一直没有结婚, 也就因此没有孩子, 有些人则因为某些不可抗力的因素, 必须以单亲父母的身份来养育小孩, 这些都是暂时的。 在永恒的计划中, 未必是在今生正义的渴望和期盼终将实现。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,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 教会所有的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确定丈夫、妻子和他们的子女在家里是快乐的, 确定他们受到福音原则和律法的保护, 并且看到他们安全地印证在永恒圣旨的圣约里。 丈夫和妻子必须了解他们的第一个召唤, 也就是永远不会被解除的召唤, 就是彼此照顾, 然后看顾子女。 我们在亲职中的一大发现就是, 从子女身上学到的真正重要的事物, 远比父母身上所学到的更多。 我们会逐渐明白以赛亚的预言, 小孩子要牵引他们这句话所蕴含的真理。 在耶路撒冷,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, 使他站在他们当中, 说, 我实在告诉你们, 你们若不回转,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, 断不得进天国。 所以, 凡自己谦卑向这小孩子的,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 耶稣说,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, 不要禁止他们, 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 耶稣给他们按手, 就离开那地方了。 我们在摩尔门经中读到, 耶稣基督造访新大陆的记载, 他治愈并祝福人民, 还命令他们把小孩子带到他面前来。 尼腓如此记载, 他们就把小孩带来, 放在他周围的地上, 耶稣站在中间, 群众纷纷让路, 直到所有的小孩都被他带到他那里。 然后, 他又命令人民跪在地上, 小孩子围在救主的四周, 他也跪下向天父祷告。 救主做完祷告后就哭了, 他一一抱起他们的小孩, 祝福他们, 并为他们向父祷告。 他这么做以后, 又哭了。 我们可以体会救主对小孩子所表达的情感, 我们若效法他为那些小孩祈祷, 祝福, 教导他们的榜样, 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 我们家有十一个小孩, 我排行第十。 就我所知, 我的父亲或母亲在教会都不曾担任重要的召唤。 我的父母称职地担任他们身为父母的这项最重要的召唤。 父亲以正义领导我们的家庭, 从未生气或害怕。 母亲则温柔地劝勉彰显出父亲有利的榜样。 福音在我们攀家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 而且遍及世世代代, 至少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样子。 我希望别人认为我父亲一样好。 在我听到天父说做得很好这句话以前, 我希望能先听到我在世的父亲这么说。 我想过很多次, 在我的家里, 父亲算是教不活跃的成员, 为什么我会被召唤为使徒, 后来又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会长呢? 我并不是十二使徒当中唯一有这种情况的人。 最后, 我可以明白和了解, 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况, 我才会被召唤。 我明白为何我们身为圣职领袖的人, 在教会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, 都必须让父母和子女有时间全家人在一起相处。 圣职领袖必须谨慎, 确实教会以家庭为重。 许多有关奉行耶稣基督福音的事情, 是不能在出席记录上用数字或图表来加以衡量的。 我们使自己忙于教会建筑, 预算、计划和程序, 这样很可能会忽略耶稣基督福音的真正精神。 常常有人来告诉我, 对我说, 潘会长,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不是更好吗? 我多半会阻止他们说不行, 因为我怕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个新的活动或计划, 会增加各个家庭在时间和财务方面的负担。 家庭时间是很神圣的时间, 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。 我们敦促教会里的成员奉献时间给自己的家人。 我和内人刚结婚的时候, 就决定我们会负责地接受每一个诞生到我们家的小孩, 而且我们会参与他们的出生与成长。 如今,他们都已成立了自己的家庭。 我们的婚姻当中曾有两次, 医生在我们的儿子出生时, 告诉我们说, 这次大概保不住这个小孩了。 我们两次的回答都是, 只要这个小生命能够保住, 我们一定不惜生命全力照顾它。 在这个过程中, 我们礼悟到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必定也是同样的用心。 这真是来自神的灵感。 我和潘姐妹现在已步入耻慕之年, 我们也知道, 我们知道也见证家庭是可以永恒的。 我们只要遵守诫命, 彻底地过福音的生活, 必然会受到保护, 并且得到祝福。 有了孩子, 孙子女, 现在更有了曾孙子女以后, 我们的愿望就是在这个越来越大的家庭里, 每一个成员对这些小宝贝都能够有同样的用心。 父亲们, 下次当你们怀里抱着新生儿的时候, 内心对生命的奥妙和目的一定会有更深的体认。 你们会更了解教会的本质, 更了解家庭是为什么是今生和全永恒最基本的单位。 我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, 而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是快幸福的计划。 我们都父母, 我做这样的见证, 奉耶稣基督的名, 阿们。 阿们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